今天我们讲一篇文章叫做Gut Feelings, The Emerging Biology of Gut-Brain Communication 它主要讲什么呢,就是大脑与内脏之间的这种神经的这种交互 来如何来处理啥呢,内脏的一些感受 比如说你饿了,然后你可能会去找吃的 比如说你听到某些人说话的内容感觉到恶心 这种恶心为什么会在内脏里边,你会说是恶心 而你不说这说话的内容讨厌 说明啥呢,内脏确实有一定的,对于说话的内容有一定的反应 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说最近很闹心 这个闹心它也是一种内脏 为什么说闹心,不说闹手,闹脑腿 说明啥呢,它是内脏里边有一定的这种反应 导致你出现的这种感觉上的不一样 然后呢,你对这种感觉呢,用语言描述出来叫做闹心 其实呢,它就是对这个内脏的一些状态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长板区的臭鸡蛋 那么你感觉很恶心 那么尽管呢,你肚子里边它没有 按理说它没有这种臭鸡蛋的这种体验 但是呢,它有点像这个那个镜像细胞似的 Mirror cell neurons 似的 它能够啥呢 能够使这个通过你视觉 然后使内脏里边呢,产生这种恶心的这种类似的反应 然后呢,你大脑呢,能感受到这种反应 那我们说呢,这个内脏呢,与大脑的这种 这个他们俩之间有神经的这种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呢,一方面呢,它能够调节你这个内脏的 比如肠胃的一些功能 它呢,也能像我刚才说的 反映出一些feeling的一些状态 一些feeling的state 就你感觉上的一些状态 然后这些状态呢,可以影响你做一些直觉上的一些 decision making 比如说肠胃发炎了,那我可能就不想吃东西 过一段时间呢,可能会变瘦 那么呢,这个脑呢,与这个内脏啊,就包括胃啊,肠这些 他们之间的沟通是双向的 就是脑呢,从上往下呢,发一些指令 然后肠呢,从下往上呢 把肠胃的一些状态呢,也传递给大脑 这种呢,我们称之为这个 interceptive,就是内感受 内感受和外感受啥呢 外感受就是皮肤上的一些感受 比如说你被钉子扎了手啊,感觉很痛 你知道哪块痛 那么内感受啥呢 所以人,这个人的这个肠胃,这些东西,这些地方呢 其实也是人的外部 所以肠胃那个上面的细胞呢,叫表皮细胞 人就相当于啥呢,像个多大圈行呢 只不过那个多大圈,内部这个肠呢 我们感觉它也内部,实际上也是外部 真正人的内部是啥呢 是这个肠以内的,就是体秀 因为这个肠肠,它不是真正人的内部 所以呢,你可以通过内窥镜 塞到那个肠子里边 一直到这个直肠里头都可以探测到 所以这个实际是人的外部 那大脑呢,它就处理呢 它得处理两个这种表面 第一个表面呢,就人的皮肤 就我们外边感觉这些皮肤 那么呢,可能是sensory cortex 这块主要来处理 那么处理内部感觉呢 就肠胃这些感觉呢,其实呢 主要是这个insular 尤其是anterior insular这个区域 它处理这个内部感觉 那这内部感觉呢,它非常重要 甚至比外部感觉更重要 它要给人体呢,维持一个静稳态 什么叫静稳态呢? 比如说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盐的含量 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比如这个体温不能太低,不能太高 然后营养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如果太低的话,你可能需要去产生饿的感觉 然后你去觅食 然后这个水呢,也不能太少 就是那就会有渴的感觉等等 然后这种静稳态呢,会影响人的这种情感 因为它往上传,传到大脑 这些状态呢,会影响人的情感 比如饿的时候,你就没有心情在 比如说在看电视了,你可能去要找吃的 你可能会觉得心慌 然后呢,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情绪 控制或者认知上的一些决策 它会影响你的一些motivation 那么呢,你如果肠胃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炎症,尤其一些慢性炎症 那么呢,它会导致某一些疾病 比如说一些肥胖症 比如说肥胖症,它就是对食物的特别强烈的渴求 它有厌食症,就是不想吃东西 这都是eating disorder 再要说一些肠胃功能的一些失调 比如某些人会经常感觉到腹痛 这种的时间长了呢,会影响精神上 比如说很多人,据说60%的人 会因此产生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 那么首先看一下最右下角这个 就是人的自主神经系统 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就是啥呢 它就是不用你管,它自己就能控制 比如说你这个心跳 你就不用你说我让它心跳 它自己它就能控制这个心跳 比如说肠的蠕动,消化这些东西 这和什么相对呢?和这个运动神经系统 比如说我需要控制我的胳膊 做voluntary的运动 比如我拿起这个笔 那我去需要我这个中速神经来控制它 这两个是两套系统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这个voluntary的 这种motor运动系统 而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呢 主要是控制一些内脏 那自主神经系统呢 以前都分为两套子系统 一个叫交感神经系统 一个叫副交感神经系统 那实际上它还有第三套神经系统 叫做这个长神经系统 那交感神经系统呢 我们简单说啥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颈椎和这个腰椎 这中间的那一坨 这个spinal cord神经元呢 来控制这些内脏 协调内脏做啥呢? Flight and Flight 比如说你遇到老虎了 那么你需要把你的血液都 那时候主要你要把吸率加快 比如它控制心脏 然后呢让这些血液呢 都跑到胳膊骨骨肌上去 这样的话有助于你逃跑 而这时候呢 你就不要再做消化相关的功能了 所以说这交感神经系统呢 它会帮助你产生这样的功能 那它的神经元呢 从这个腰椎和这个颈椎 这个下边那块出来 然后呢它和 之前我们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有点不一样 运动神经元呢 直接从这个spinal cord 上面有alpha motor neuron 它直接出来之后 直接就支配到肌肉 而这里呢它需要 进行一次换源 然后来支配 你看它需要在这个神经结上 神经结呢就是这个 脊椎边上的那一条 那一条呢它上面有一些神经元 它需要两支 它需要两组神经 一个叫结前神经 一个叫结后神经 这个来支配这个 做交感相关的这种 内脏的一些运动 比如心跳加快啊 呼吸加快啊等等 那副交感神经呢 就左边这一排 它的那个神经元出发在哪呢 从这个脑神经 就上边那几个 比如 这儿太小的第九号脑神经啊 主要是迷走一些神经 迷走神经 还可以从啥呢 这个底神经 最下边那块 它这些输出来 控制啥呢 也控制这些内脏 那些脏器 副交感 它主要干啥用的呢 脚耳和交感相反 它是来控制 来主要产生这个就是睡觉 相关的这种就是和消化相关的 比如说在没有外部威胁的时候 你在休息的时候 那么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副交感的 来控制这个肠蠕动 来帮助你把吃的东西进行消化 比如来分泌胃液 来这个做这个消化吸收等等 这些相关的事情 比如排便的这些东西 那还有一组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位于哪呢 这组神经元就是我们今天 就非常重要的叫做 Enteric Neural System 就是叫做 肠神经元 神经系统 ENS 肠神经系统 它呢 不位于这个脊椎 脊椎上 它也不位于啥呢 这个 神经节 它位于啥呢 这个肠细膜 就是内脏 几个层之间的 它也形成这种 神经节的重 它在肠细膜上 这些神经元呢 它的数量呢 和这个 spendal core的神经元数量差不多 它呢 主要也是控制这个 肠相关的一些这个蠕动啊 这种反射等等 比如你遇到有吃的筋道肚里边来的 它呢 就开始这个 帮助你 通过这个条件反射 来产生肠蠕动 让吃的东西呢 慢慢往下走 而不是 往上反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吃新的东西 它把这个东西呢 慢慢往下运 那么这个肠神经系统呢 ENS 它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呢 不但在人身上 有这个昆虫 蜗牛 甚至这个水溪 那个溪肉 就是它们都有这个 原始的这种肠神经系统 很有可能啥呢 这个脑呢 就是高等生物的这个脑 就是通过这个肠神经系统呢 不断进化出来的 你像那些水溪 那些软体动物 它可能没有脑 慢慢啥呢 它最开始 但它一定有什么呢 肠神经这个神经系统 然后肠神经系统 慢慢聚集到上面之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中枢 中央神经系统 来控制更高级的一些运算 那这个肠神经系统 它也是做一些运算的 它主要做啥呢 这个它优化 它根据这个内部肠 就是内部的这种环境的一些刺激 比如肠里边 肚子里边的一些环境刺激 它来采取啥呢 来做这个approach 或者是withdraw的一些response 比如说你吃到一些坏的东西 那你怎么通过肠运动 把这些东西吐出来 来保证你这个身体的这种健康 那你如果吃到香的东西 有异于身体的东西呢 你怎么把它赶快分解成营养 氨基酸来吸收 那从发育上来讲呢 一般进化和发育 它俩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只不过一个时间尺度长一点 一个时间尺度短一点 从发育上来讲呢 这个肠神经系统呢 它源于这个precursor cell 从啥呢 神经罐 然后慢慢migrate along the vagus 然后分化于这个gut 就是啥呢 它从神经罐这块开始出发 那个出生的那个 还没出生之前呢 然后呢 它移动到哪呢 这个米左神经核 然后呢 再通过那块呢 然后不断呢 就是移动到这个各个内脏 比如胃啊 周边 肠周边 因为呢 它离这个神经元这个胞体 离这个肠和胃很近 所以呢 它很有助于啥呢 处理这个肠胃 出现的一些比如说 机械啊 一些化学 微生物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你吃到了一些 有毒的东西 这种化学的东西 那你马上能感受到 然后 啊 这些肠神经系统呢 能帮你处理 通过一些条件反射的方式 帮你处理 比如把东西吐出来 呃 所以说呢 你也可以想象啥呢 呃 这个中速神经系统 比如说punting 这个自主神经系统 还有这个 就沿着中轴那些 比如大脑 Olympic 这些东西 可以认为它们是啥呢 是这个 呃 肠神经系统 呃 集中化形成的 这种中速神经系统 那你也可以想象啥呢 这个 肠神经系统呢 它是 周边神经系统 就是啥呢 它不在中轴线上 它是咋 负责 呃 呃 胳膊腿 各个其他器官在边上 所以说peripheral 这种神经系统 所以这边呢 我们得首先介绍 两类神经元 第一种叫做 这个 肠内分泌神经元 意义 叫做 Iteroendocrine 这种神经元呢 它是这个 呃 肠内那个 上皮细胞之间呢 它 会有这种神经元存在 数量还挺大 它能够释放呢 呃 有多种这种 就是 呃 肠态 Gut Heptide 于这个 呃 肌侧面 呃 肌侧面 我看那个Figure E 是下边 上面那面呢 就是长腔的那面 长腔 下边那个呢 肌侧面 它从这块呢 它能释放出 很多的这种 就是呃 肠态 大概20种以上 就是那个 浅蓝色的小球 然后可以被下游的一些 这个呃 神经元的这种Terminal呢 所接接收 呃 呃 那么 这种EA这种 这个神经元细胞呢 呃 它能感受到什么呢 这个长腔内的一些 机械的一些变化 化学的变化 呃 比如机械变化呢 比如说这个有 有食物进来了 它会 呃 使你那个 上边的一些 比如机械受体 比如呃 呃 它被这个 有切盈力 那么呢 它那个受体孔刀可能打开了 羊离子可能流入 可能导致一些下游变化 它也能感受到啥呢 比如其他的一些 比如病毒过来了 它有一些一些受体能够识别这些 比如说 抗原 然后呢 再根据它上游腔内的一些 呃 它相当于一个sensor呢 感受到这些 变化之后呢 它能够通过释放不同的那种态 呃 它也和刚才那个细胎 意义差不多 也能感受到这个腔内的一些 呃 变化 一些stimulus 同时呢 同时呢 它能分泌出啥呢 它主要能分泌出五腔色胺 就是这两类细胞 它主要是分泌出来的这个 呃 常态的这个 呃 分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开始讲的证文 那说啥呢 这个常儿神经系统啊 我刚才说了 它是这个 自主神经系统 我们说的交感非交感 的第三个分支 就是这个常儿神经系统 我觉得 我有交叉吧 呃 常儿神经系统呢 也叫这个第二大脑 第一大脑呢 就是中枢的这个脑 脊髓和这个 呃 真正的脑 那第二大脑呢 就我们说这个常儿神经系统 那么呢 它可以呢 发这个置顶向底的这种 从脑 发这个信息呢 给这个常儿神经系统 然后来调控这个胃肠的这些功能 呃 然后呢 你也可以啥呢 呃 通过这个胃肠呢 呃 经过这个置顶向顶的 这种 afferent 就相当于上传的 这种神经元呢 把这个 腹部的一些信息 肚子里边的一些信息 呃 传递给大脑 比如肚子里边有卫生物 你会感觉到 呃 比如有一些病毒 你会感觉到腹痛 或者恶心 这些信息呢 你可以 传递到大脑 然后呢 它呢 可以调节一些 比如一些情绪 这一点呢 在很早以前呢 比如1880年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 它先怎么引发情绪呢 情绪 比如说 害怕呀 恐惧呀 喜欢啊 这些都是情绪 它首先引起查呢 内脏的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变化 通过什么呢 自主神经系统 让内脏先产生变化 然后内脏产生变化呢 它有这个 上传的这种feedback 内脏的这种变化 它的feedback回大脑 然后产生这种情绪的感觉 比如你内脏 比如心跳加快 呃 比如说 人们经常说有这个 英英文说呀 starmark butterfly 也就像中国人说闹心 那这种呢 可能是先使这个 呃 内部脏气 产生变化 然后这种变化呢 它的feedback回大脑 然后呢 你对这种变化呢 用语言上做出解释 就叫做闹心 那这种 呃 或者是情绪上的一种 这个 呃 emotion 那这种本质 呃 1811年认为啥呢 是认为内脏里边 呃 状态的变化 那1920年开始呢 这个 他把情绪啥呢 他认为 1990年人就把这个 思想给改变了 认为 这个情绪主要是这个 subcortical产生的 而并非啥呢 就是内脏的这些 呃 或者body的一些变化 这个 内脏呢 这种就是 反馈呢 这种就是 变化呢 它只是情绪的一个 副产物 他认为主要是啥呢 是subcortical产生出来的 那主要因爲啥呢 他觉得这个内脏的 这种反应的比较慢 呃 它不应该是这个 情绪的这种 这种主观的这种体验 呃 但这个想法是一错的 那现在是重新又强调啥呢 这种就是 呃 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内内部感受的这种feedback 就是内脏的这种 呃 感受的这种 呃 反馈的这种 重要性 它呢 对于这个情绪和认知呢 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呃 那么首先有个人呢 叫做Damosio 他呢 提出了这个Somatic Marker 的这么一个假设 就是啊 呃 人的这个 呃 身体状态 包括内脏的一些状态 这个memory呢 它和什么有关呢 和以往的这种feeding state 是有关系的 就内脏的这种状态有关系的 就是body的状态 和内脏状态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以前 呃 喝了可乐 这个喝可乐是这个呃 外部的一些context situation 然后呢 你feeling的状态呢 你觉得很爽 那这两个它associate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感 那个感觉相关的一个记忆 那你以后呢 你再遇到可乐呢 那你就有特别想喝的这种冲动 那么想喝这种冲动呢 就是情绪 那可乐呢 它就是这个外部的这种context 的一种situation 那么呢 这个ofc呢 这个orbital frontal呢 它呢有多种这种那个表达 比如可乐的颜色呀 比如可乐的味道啊 可乐身体内在的这种情绪上的 这种内部的这个内感受的这种感觉 这种表达 它呢在这个ofc这块 可能融合在一起 它呢一方面表达这个某一时刻的这种 当前时刻的这种feeling 它呢这种feeling呢 呃 因为你可以记忆到记忆下来 然后对于未来这种planning 和这个直觉呢 做这个直觉上 deceering making 未来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比如它可能会引入一些bears 于选择这个 呃 不同的这种 比如 apeptive行为 或者是aversive行为 比如说你 之前你喝可乐 喝完之后一下吐了 恶心 或者你喝可乐过期了 呃 那你下回再看到可乐呢 你可能就不想喝 那你比如第一次喝可乐 哇你觉得太爽了 那你下回再遇到可乐呢 那你可能会选择去aproach 接近去抢这个可乐来喝 所以呢 你第一次喝可乐的这种 内部的这种feeling 那种state 内脏的这种感受 它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感受呢 它和可乐这个形象呢 和可乐这个东西 它是要associate在一起 然后这种呢 就叫做这个 呃 内感受的这种记忆 内部感受的一种记忆 就是下回呢 你再看到这个可乐这个物体呢 你就能想起它的味道 想起它好喝的这些 这些方面 然后 会帮助你决策 接下来 我想去再买一瓶 然后另外一个 关于这个 呃 假设呢 关于这个内感受的这种假设呢 就是 呃 Greg 他呢 提出叫静闻泰情绪的这种假设 那人和佛呢 可能都有这种 关于这个身体的这种静闻泰的这种image 主要产生在哪呢 这个人的内感受皮肤 主要在这个 呃 这些信息呢 比如说有没有营养啊 这个肚子里边有没有这个 啊 病毒啊 这个有是不是很痛啊 这种 内脏的疼痛 嗯 它通过啥呢 比如spinal的这个laminar 1 就是背脚上面的第一层 神经元的往上传 还可以通过啥呢 它这个迷走神经 这个vigal efferent 上行的这个往上传 这个spinal core 这个往上传呢 它可能要需要经过 stallemars的这个 啊 这个relay 这个接力的这个盒 然后传到脑皮层 然后呢 这个vigal这个呢 可能通过孤树核 孤树核 它也是有点像这个 sallemar那个接力盒子的 它也往上传 最后都传到哪呢 这个dossal posterior 就是insular 就相当于把内脏的一些 状态的信息呢 传递给大脑 然后posterior就是这个 接收到这个insular呢 它又会重新的这个 represent这些信息 到啥呢 到anterior insular 重新加工一下这些信息 这时候加工这些信息 包括啥呢 包括有这个脑皮层体 其他区域传过来这种情感信息啊 认知的信息啊 都加进来了 还有一些emotion的信息 情绪的一些信息 还有以前记忆的一些信息 都加到这个 啊 anterior insular里边来 做一个integration 那后部那边呢 相对比较raw的一些信息 那前面 anterior这个insular呢 它就比如有些奖励啊 相关信息和 融合到刚才那边raw的 这种静文态的这种 mapping 信息 到这个anterior insular 所以这种静文态的这种情绪呢 就是主要表达在anterior insular 它主要两方面 一方面是感觉相关的这个维度 feeling的这个dimension 主要在anterior insular 还有呢 motivation相关的这种维度 主要在呢 这个 sec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这个呢 就是 sec 可能更加偏理性的motivation 比如说尽管我肚子很痛 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啤酒喝了 这种呢就是motivation 就喝了之后 我知道才能 比如说这个友谊的小船 不才不会翻 那么呢可能这个 那就是 sec了 那真正的内部感受呢 我不想喝 那这种感受呢 主要在这个anterior insular 和真正的feeling是有关的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第一个图 就左上角的这个豹氏三 它是啥呢 这个脑和这个肠 这个它俩之间的这种 神经的这种连接 这个脑肠轴 这个 或者是脑和内脏的这种轴 它呢是一个等级的这种 静门态的这种反射 就是等级的就说明啥呢 有这个初级反射和这个 主要在肠这端了 高级反射呢是经过大脑的这种 比较高层的这种反射 比如说需要通过这个 insular和这个ACC 经过它们之后的这种反射 那大部分呢 它就是肠 它呢比如说 那个肠内部 它遇到一些化学刺激啊 或者是分泌一些物质啊 或者是做一些蠕动啊 这种反射呢都只需要 肠inwall就可以了 它内部自动 它就能产生这种肠反射 这些反射的神经元呢 主要在这个肠的这种 肠臂之内 这些细胞就够了 就不用大脑 那比如对于胃来讲 这些反射呢 比如 胃清空 那它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那胃呢 可能比如从十二指肠到胃 这样一个feedback 它可能inwall 或者有啥呢 一些这个长细膜上的一些神经元 或者啥呢 甚至更远一点 比如说歪狗 需要这个胃清空 比如说 你可能需要这个米走盒 上面神经元 来做这种反射 这种反射呢 比如说你怎么样 通过这个胃蠕动 把胃里边的东西呢 把它挤到肠里边去 这种反射呢 控制这个胃壁上的这种 就是平滑机呢 可能需要这个歪狗盒 通过这个歪狗的这个神经术 然后再反传下来 控制这个胃的这个平滑机 然后让这个 content 内容物 内部的这种食物 残杂着胃液 然后被挤到肠里边去 那比如 那个内部的这种疼痛相关的 这种stimulus 它的这种反射呢 可能和这个 主要有这个spinal cord 它的上面神经元来参与 这种呢 它会engage 这种情绪 比如你肚子很痛 你可能会觉得 很闹心 所以我们看这个报纸上这个图呢 就是肠内部环境 通过这个一些E 就是内分泌和EC 这些细胞呢 能感受到 感受到这个环境里边 比如有毒物质啊 或者是一些病菌过来 或者是那个有食物下来的 那么呢 它会通过这个primary efferent 主要的这种上行 这个神经元 它把信息的往上传 这个最初级的反馈呢 我看那个enteric 它呢 就可以往右边 直接这个信号呢 直接可以驱动啥呢 enteric motor neuron 就是驱动这个平滑机的这个 肠的这个motor neuron 来最初级的反馈 比如说有东西掉到胃里了 那么胃就开始蠕动 让它往下走 那么呢 就可以 或者更确切说 应该肠啊 这个胃可能还需要这个vigal 可能更远一点 那肠呢 它直接就是 通过周围的这个神经元 就是enteric motor neuron 它可以直接这种 初级的这种反射呢 那再高级一点呢 就是这些信息呢 经过这个神经结 就是在肠细膜里边的这些神经结 然后呢 再转到这个结前和结后 这两组神经 然后呢 反过来再支配这个 肠的这种运动神经元 然后做反射 这可能会更高级一点 再高级一点呢 就是啊 这些肠内的相关信息啊 通过这个spinal cord 这个laminar 1 的这个神经元 然后呢 再经由这个自主神经系统 比如交感和副交感 然后再控制啥呢 我刚才说那个 呃 截后神经 然后来控制这个 啊 motor neuron 然后来 做反射 那么再往高级一点呢 就跑这个 啊 美杜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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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 这个区域了 啊 那么这里边呢 啊 具有这个 啊 比如说 拉飞盒啊 还有一些 这个 这个 啊 啊 local 什么 curricular 这些核呢 他可能参与 啊 做这种反射 这高级一点呢 可能啊 经由这个 这个 它和这个 这个 这个 旁导管回 灰子呢 他俩之间也有这个 连接 横向的 应该往右的连接 也可以反馈回来 那更高级点呢 就得通过啥呢 这个 经由这个海马 啊 阿米格达拉 甚至 Insular 和这个 ACC 甚至 Prefrontal 他们做完计算之后 再反馈回来 做这种 就是反射 比如说 Prefrontal 它有支顶向底的 比如说 他看见了这个 食物 上面落了苍蝇 那他会 告诉ACC 然后通过这个DMNV 通过啥呢 在这个梅杜拉 这个区域 这个 刀手 Motor 这个什么 这个核 然后直接传给这个 内脏 可能让它产生这种 现在这种感觉 不让它吃 或者啥呢 比如你看到了 从通过视觉 就是Eternal 环境 看到了一个冰淇淋 那么呢 你就通过ACC 然后通过Prefrontal ACC 这些 然后往下传 然后告诉这个肠 让它产生一种渴望 渴望吃到食物的这种感觉 甚至啥呢 这个 下秋呢 还有这个 甚至有些时候你可以 就是recall 以往的这种 就是内感的这种memory 比如我们刚才说 那可乐 你看到这个可乐之后呢 你想到以前可乐 那种好喝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你把它通过Prefrontal往下传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上行呢 左边那块额边 像Shotcut似的 就是NTS 那是孤树 孤树呢 它有这个relay核 可以把这个内脏的信息呢 通过这个米走神经很快 传到这个脑的大脑上去 它呢 也可以很快的控制它呢 最右边那个DMNV 就是这个Dosal Motor 这个核 这核里边呢 有一些这个Premotor neuron 它可以直接控制这个 下边这个长Motor neuron 来形成这种反射 这样会更快一些 它主要的位置呢 位置在这美杜拉这个区域 然后呢 它也可以进行啥呢 这PGP 那个灰子 它可以接收啥呢 ACC啊 这个下丘脑啊 阿米格达拉这些 当然还有这个Perebrancho 传过来的 它那个没画上那条线 然后呢 根据这些决策呢 你看右边那个它往下 下行传给这个 就相当于把大脑的这个指令 传给这个下边这个肠 然后来做相应的这种 肠功能的这种运动上的调整 或分泌上的一些调整 那么呢 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大脑到这个GUT 也就是到内脏的这种下行的信号 它呢 主要来这个 控制这个 内脏的这种就是静门态 那首先呢 有两条这个就是 自主这个神经系统 那个两条这个Pathway 第一条呢 就是通过这个下丘脑 然后到这个垂体 然后垂体呢 支配这个肾上线素 肾上线 那么呢 它就是相当 这条路呢 叫做HPA 这个铜路 那么呢 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交感 然后呢 支配这个肾上线 那这条路呢 它也可以这个 modulate 可以调控杂呢 这个内脏相关的这个 就是淋巴一些组织 那还有一条路呢 就是 下行呢 是这种 大安能的这种Path 那这种 它能调节什么呢 就是这个 spinal的这种 就是反射的这种争议 比如说可能和疼痛有关的这种反射 它呢 可以改变这个 背脚神经元的 这个excitability 那这三条路呢 就是从脑到内脏呢 这三条支配的这个路啊 它都主要是有什么呢 那个 下修脑和这个 amegdala 产生就output 然后呢 他们这个 上游接受信号来自哪呢 是这个 Midl Prefrontal 和这个ACC 然后 给他们信号 给这个 hypercellumus 和这个 amegdala 然后支配 下游的这些 那我们看那个 就是box3里边的图呢 就是ACC呢 它有两条路呢 往下 一条路呢 就是直接支配这个pag 就是旁导管徽子 那ACC呢 就是 还能支配啥呢 DMNV 就是这个 就是 V呢 就代表vegos 就是 迷走核的这种 背部的这种 就是motor neuron 或是这个 背部的motor核 那我们说呢 这个 Midl Prefrontal 它可以接收 什么呢 Lateral Prefrontal 和OFC 关于价值 关于一些 感觉一些相关的 那个modality 然后呢 到Midl Prefrontal 它能够integrate 这些information 比如说它看到 食物的这个 当前的状态等等 它把这些信息呢 在经由这个 下边那个 夏秋脑和amegdala 它把它呢 和这个内部感觉信息 融合在一起 形成啥呢 特定的这种 就是 嗯 motor 的这种pattern 就是怎么样支配 这个内脏 怎么动的pattern 然后呢 通过PAG 然后往下传 往下传呢 它主要到这个 呃 那个RVLM和这个 ventromedial 这个美杜拉 这个都主要在 美杜拉区 进行美杜拉区往下传 到spinol 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 其中这个 这块美杜拉呢 里边可能有这个 拉菲核的残余 拉菲核主要分泌 这个五项色胺 还有这个 Locular 这个核 它俩总体呢 称为这个 嗯 这个 迷走的这种complex 那这一路呢 从这个cortex 到这个limbic 到这个punting 它这个并行的 这种outflow 往下 这个信号呢 它主要 呃 和某些这个 静门态是有关系的 这静门态呢 和这个 emotional motor system 有关 就和你的情绪有关 比如说你渴望 吃某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呢 它会让你这个 呃 比如这个肠胃蠕动 然后 让你产生对食物 渴望的一种感觉 比如你害怕的时候呢 它可能 让那个心血管 这个血压 心跳 加速 然后产生逃跑的这种 呃 内脏感觉 使这个 呃 消化相关的呢 都停止 那么这种呢 它和情绪有关 叫做这个 情绪运动系统 就是EMS emotional motor system 它可能 能够综合控制啥呢 这个 内脏的一些运动 比如该停止的停止 可以 呃 比如停止内脏的一些分泌 比如分泌一些胃液啊 有助于消化 但你要逃跑的时候呢 你就不让它分泌这些微液 呃 再比如说这个 呃 疼痛相关的一些modulation 这个 呃 情绪这个 motor system呢 它的中间 它在中间那个拉斐核呢 它可以 呃 因为它分泌五项色胺 它可以这个 呃 慢性这个调控材呢 呃 通过这个五项色胺 这个 呃 聚假世界元素 还有这个 鸦片能的这种 下行pass 可以控制这个spinal的这个 呃 reflection 就是反射 可以控制这个 脊髓相关的这种反射 比如控制这个 呃 比如长的这种蠕动啊等等 呃 那这时候呢 比如说你有这个 呃 food intake 就是吃食物 呃 有报道称杂呢 它可以那个 减少这个pain相关的行为 比如肚子疼的时候 你吃食物了 它就可以 就是抑制肚子疼 比如肚子疼 你捂肚子 你吃食物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捂肚子了 啊 那这种止痛的机制呢 它和这个 呃 下行的这个五项色胺 这种modulation 就从刚才拉斐核 到这个 呃 啊 anis 那个 那块主要是spinal spinal cord 里边神经元的这种 做反射的这种神经元 对它 对这些神经元的调控 那这种下行呢 还有这个 呃 就是让你 唯一想的就是赶紧逃跑 呃 所以说我们所谈的中间 那个 啊 anis 就是自主神经系统的output 它呢 呃 就可以就是 被 上行或者下行的这种 呃 来进行调控 呃 本来它这块 它做这个 反射 做反射 比如说 上行的调控 比如你这个内脏 感觉到肚子里边 比如 呃 有东西下来了 然后它通过这个spinal 这神经元的来调控 让它蠕动 把那个食物呢 往下推 呃 这是下行的调控 那上行调控呢 比如说 呃 你闻到这个味道了 比如那个 然后感觉很臭 或者是认知 通过这个 以前的这个memory 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不好 那么呢 它上面大脑对它调控 它让它产生这个呕吐的感觉 你把那食物呢 反方向吐出来 所以呢 上行的这个信号呢 可以 override 这个 这个长神经系统的这种反射 长神经系统主要是这种 自动的这种反射 它自主神经系统嘛 但是比如你受到威胁的时候 比如这种就是外边很很强的 emotion 的时候 比如这时候老虎来了 那你很害怕 那你就 呃 就不想嘔吐这件事了 就想赶紧逃跑这件事了 那么这个美杜拉和这个punting 这块的这个 呃 就是 就是RVLM VMM呢 就这些核呢 它呢 就是支配这个功能 specific的这种交感的 结前神经元 比如控制这个 呃 胃和那个肠的这种 呃 肌肉的那个神经元 它 还有结前结后两个神经元嘛 那个上行 那个下行啊 就是从上面下来的这个 它通过这个punting盒 它可以控制这个节前神经元 然后美杜拉这个punting盒呢 还可以控制啥呢 这个美杜拉的这个 米走这个复合体 就我们刚才说这个 拉飞盒和这个lc那个盒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就是 呃 下行的控制啥呢 这个呃 特定功能的这种 就是米走和这个 呃 塞口 就底神经 这种复交感的这种outflow 就可以把那个 呃 大脑所下达的这个指令呢 传递给 呃 通过这个 呃 外国这个神经传递给特定的这种 就是内脏的这种 让它产生内脏相应的这种motion 比如你闻到这个味儿不对 你可能要产生呕吐这种 就通过这个通路 那这些呃 节前的这些副脚感神经元呢 它都是这个visual topical 组织的一起的 就是 比如说支配这个肠呢 在某个区域 支配这个 呃 在另一些区域 呃 那么这些区域呢 呃 它都分布在谈的这个Dosal Motor 和 of Vegas 就是DM NV 那个区域 对它的支配呢 主要由各种这种荷尔蒙 体液 来做一些modulation 那么呢 这些神经呢 通过ANS 比如说 呃 自主神经啊 它有交感 它分为交感 不交感 交感呢 主要它支配胃肠道功能呢 主要起到抑制作用 就是 呃 motility 胃肠蠢动的抑制作用 抑制胃肠蠕动 并且抑制呢 这个胃肠液的这种分泌 因为它交感嘛 它主要想逃跑 那它起到抑制 抑制呢 主要通过这个 以前胆检的这种抑制modulation 然后呢 交感呢 它有那个截后的神经元呢 呃 它主要截后神经元在这个黏膜 这个 呃 免疫 细胞这个附近 所以呢 它能调节这个 微生物的这个群和这个黏膜之间 这种相互作用 这个呢 主要在这个 呃 Pier 这个patch 这个附近 然后它可以调控不同的这种 免疫细胞 比如素图群细细胞 MAS的细胞 BINYMAS细胞的 它这块呢 主要是释放这个 呃 去假神经元素 呃 是在这个 呃 脚感神经元的这个terminal 那块释放 它呢 会针对于不同的这种边缘体来释放 这个 然后减少肠上皮细胞 这个 呃 TLR TOLAC的这种receptor 的这个表达 那 那副脚感呢 就这样相反的 它是支配未尝道这个蠕动的 包含啥呢 这个MASO 就是 呃 头部那个 呃 那一段 和这个SACRO 底部 这这两个分支嘛 呃 分别之后啥呢 这个支配这个 呃 前部的这种GUT内脏 和后部的那种内脏 这个 这个副脚感这个呢 它兴奋的这种就是 呃 MASO input 于啥呢 这个肠神经系统的这个 呃 神经节 然后来介绍啥呢 这个 MASO MASO的这种motor reflex 这个MASO MASO 这个它可以 呃 这个反射呢 它能促进这个肠蠕动 呃 而且可以促进这个胃酸的这种分泌 比如这个EC 这个 它可以释放这个 呃 五项色胺和这个主胺 呃 呃 呃 E呢 这个肠内分泌细胞呢 它可以呃 呃 分泌出这种就是gastrin 和这个summer stating 就是和那个消化液有关 呃 尽管呢 这个MASO MASO这个反射呢 它是能够 呃 控制这个 调控这个胃的这种功能 但是呢 其实胃这个主要的这种反射呢 还是通过这个肠反射 呃 也就是啥呢 呃 是这意思 就是MASO MASO呢 控制这个胃的功能 而肠的这种反射呢 主要通过这个肠内部的那种 就是intrinsic的这种反射 就是那些那个神经元呢 反射神经元呢 都在这个肠细膜里边 所以这个置顶向下的这种功能 specific的这种 结后的无论是胶感 副胶感的这种 神经元界导致这种情绪相关的这种 pattern change in motor 分泌 还有免疫 就是啥呢 它和情绪有关的 这种下行控制呢 它是整个就是相当于 对这个内脏的这个整体的pattern的改变 比如这个逃跑的时候 flat and fight的时候 它内脏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运动状态 分泌状态 还有免疫状态 是一种状态 那么呢 你就是睡觉的时候 做消化的时候 是另外一种状态 那这些呢 都是由上边那个大脑给下达指定 所以这种下行信号 那这种情绪相关的呢 这种调节呢 有点像这个 比如你情绪好的时候 它控制脸部表情 你开心的时候呢 脸就那么多这个肌肉 同时形成笑的这种感觉 你身体的知识呢 也表示很放松 但是你想逃跑的时候呢 身体的知识可能很紧张 那么整体这个支配呢 它就是由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情绪motor系统 这种下行的这种支配 这个somatic的这种分子 支配你这个躯体 而我们这里呢 是支配这个内脏 内脏也做相应的 这个整体调整 那这种呢 就情绪相关的这种 Change呢 能够改变这个 直接或间接改变的这个 周神经这种细胞 然后呢 改变啥呢 平滑肌的这种activity 这个周神经呢 就不是中枢的 这个spendal cord 和这个大脑的 而是我们说这个 长细膜上的那些 或者是截前截后的 这些神经元 能改变它们 从而改变平滑肌的 这个activity 平滑肌这个activity 改变之后呢 就相当于内脏状态改变了 它的内脏状态改变呢 它有这个sensory 这种EAC的这些细胞呢 能够感受到内脏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呢 它还会feedback回大脑 这种呢 它可以提供一个啥呢 一个prolong的这种 就是duration 各种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 那情绪怎么保持很长时间呢 就是这种相当于一个 比较长的一种反馈呢 你先让你这个 比如你开心的时候 你先让你内脏呢 就是处于一种开心状态 然后内脏的这种状态呢 被感受到之后传到大脑 然后它也知道 现在是处于开心的状态 相当于一个反馈 这样呢 可以维持这种情绪状态 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甚至可以持续数个小时 比如你看到老虎了 然后你那个大脑呢 向内脏呢发这个信号 说要逃跑 那么呢你心跳就加速 然后呢这个微液不喷泌了 那这种状态呢 然后这又被返回到大脑 然后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处于这种警觉的状态 然后从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让你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你这种状态呢 如果是持续的保持 就通过这个自主神经 这种就是上往下的这种 调节你这个内脏 那持续保持这种状态 那么呢它会下调啥呢 就是免疫细胞 免疫 免疫能力 因为像逃跑嘛 可能说可能就是可以下调 你这个身上腺素受体 比如TLR的这种受体 它本来能识别抗原的 外边病毒的 它都下调了 那这种呢就是 你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么呢这个 你从内脏到脑的信号呢 它也会这个争议呢 它会慢性的被调节 这样导致呢就是脑的这种 和内脏的这种连接呢 会被remodel 比如说你一直觉得有老虎在你身边 那你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状态 那么呢这个脑和内脏这种连接呢 它也会重新做这个paticity 那这种呢可能就是长期来讲呢 可能就变成慢性的慢慢导致它 你正常功能就丧失了 就是自助神经系统 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焦虑 或者是这个depression抑郁 比如你一直感觉有老虎存在 那你可能一直很焦虑 那你正常的这种就是 肠胃的这种功能呢可能就会被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 从这个内脏到大脑的这种信号 它呢就给大脑提供啥呢 近文态的一些就是raw的data 那么主要是这个figure1讲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 那下面有个肠 那个肠上面有那个胃绒毛嘛 那个再往下呢就是肠腺 肠腺那个面呢 这胃绒毛那面呢 上面就有很多细胞 比如说有这个肠内分泌细胞EE 还有这个肠失落细胞EC 这些细胞 它呢能感受到肠腺内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这个有卫生物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有没有外来这个病原体 antigen抗原 比如外边这个营养是不是丰富 最近是不是很饿 这和饥饿有关系 然后再比如说啥呢 有没有这个东西掉下来了 是不是有这个机械相关的这种stimulus 比如有刚吃了一个食物 它会 它需要蠕动 这些信息 它有没有一些毒素相关的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EE和EC这些细胞呢能够感受到 感受到之后呢 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比较长的那个 我们称为啥呢 这个extrinsic afferent神经 把它呢传到一方面呢通过这个 这个迷走的这个 primary afferent neuron 你看它这个神经元呢是在外边的 没有在这个肠灰色的区域里边 那神经元的包体在外边 通过这个呢传到这个脑干 另一方面呢可以最右边那个 它可以通过啥呢 通过这个 spinal的这种 primary afferent neuron 这个东西呢它也在这个 应该也在长细膜吧 它包体应该 至少它不在那个长那个wall里边 它在那个外边 然后呢它把这个信号呢传到啥呢 spinal cord 然后再继续上传 所以这两类包体在外边呢 我们称为extrinsic afferent 就是外部的这种上传神经 那里边呢我们看有些叫iPen的这些神经元 它呢就在这个 长那个wall以内的这些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呢也通过一些 连接啊它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经元的 能够感受到啥呢 就是EEC所传递出来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它们释放的一些tai 或者释放的一些这个戒指 然后它就知道啥呢 这个圈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有东西下来了 还是有毒素 还是有炎症 还是有什么什么东西 它综合这些信号之后呢 它把这些信号呢可能经过这个 extrinsic afferent这个 然后传到 往上传 比如这些都有什么信号呢 我看第一个那个浅蓝色那个框 比如下边有这个卫生物和病菌过来了 那它就会启动免疫相关的一些防御的这种信号 那如果来了一些营养呢 那么通过EE呢 这个内分泌细胞它会内分泌出一些这个常态 和那个比如五项色然这些东西 然后告诉你它心态是这个处于饥饿状态 还是处于这个吃饱的这种状态 通过内分泌和旁分泌出一些这个常态 然后使得那个iPan能够接收到这些信息 那第三个框呢 就是机械和这个和这个一些这个毒素的一些stimulus 这样的话呢 它会也会产生那个这样的话 它会被这个ECZ cell所感知到 然后呢它会产生相应的这个信号 通过iPan呢 这些信号呢 比如主要包括信号分子 比如protease 蛋白酶 比如主胺 物腔色胺 Cytokin 这些东西 那这些分子呢 它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看这个 像那波浪那些 那些呢 就是 Astrinsic efferent 这种terminal 这些terminal上面有些受体 能够感受到刚才说放出这种信号分子 那这些信号分子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iPan这些内部的细胞 进行整合 比如把这个机械相关的这种 环境变化和这个独树相关的变化 可以整合在一起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iPan呢 再传到这个 这个 Extrinsic efferent 这个terminal 通过这个terminal 然后往上传到脑干 或者是spinal cord 所以这些信号分子呢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内分泌的方式 内分泌啥呢 我说通过血液 通过那个血管 把这些那个分子呢 就是送达到指定的这种脑区 另一种呢就是旁分泌的形式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Extrinsic efferent 因为这些分子呢 它被这 它的这个就是 呃 上传的这个 就是 外部上传的这个terminal呢 它上面受体能够感知到 就相当于查呢 这些分子呢 能够作用到周边的这个受体上 那这种呢就是旁分泌的形式 而经过血液呢 到达指定位置呢 叫做内分泌的形式 我们去看这个图币 这个图币呢 就是上面呢 是枪那部分 下面呢 是这个 提示有的部分 那么呢 我们看这个中间 这个是一个EE的这个cell EEcell呢 它就夹在很多这种 啊 肠上皮细胞这个中间 啊 当然也有这EC的cell 就我们看这个图里 那个 它夹在这个cell中间 那么这个 呃 EEcell呢 它有这个上面有这个sensor的这种受体 比如说那个能够感受到这个 呃 脂酸和营养的这种 就是GPR40这种受体 呃 再有呢 能感受到不同味道的 比如甜味和这个 呃 苦味的这种受体 本来这种受体 TER和TR呢 应该在舌头上 但是肠里边呢 也有这种受体 然后还有呢 能够感受到外部的这种 抗原病毒啊 这些东西 呃 那么是TR这种受体 都在那个枪 那个表面上 那这些受体 很多都是啥呢 是 呃 鸡蛋白鸣受体 所以它下游呢 很 比如说和那味道有关呢 它有这个 Galpha这个 啊 Gastasin 这个亚基 那么呢 这时候呢 这个受体如果是外边 作用到了这个 呃 相应的这种物质 比如营养 脂酸 还有这个 甜和这个苦的这种 呃 味道 Testant 那么呢 这个鸡蛋白鸣呢 它就触发下游的反应 呃 比如通过这个PLC 然后呢 使得这个PIP2 呃 被活化 然后呢 分解成这个IP3 和这个DAG DAG呢 能激活下游的这个PKC 和PKD 然后呢 那个 AMP3呢 这个 它呢 可以使这个 呃 钙离子呢 就是内流 使内部这个钙离子浓度增加 钙离子浓度增加呢 它的 钙离子增加呢 它就可以使这个 呃 嗯 Gi 就是这个 肠 和这个胃肠 钛 就可以把那个囊泡里边 这个胃肠钛呢 释放出去 就像那 外面那个小蓝点 释放出这些钛呢 它就可以使下游的这种 就是Primary efferent 的这种 啊 Terminal呢 上面一受体被激活 然后产生信号 传到脑干 和这个 spinal cord 当然 左边那块呢 还有一个 大脑传下来的这个 啊 Terminal 它可以通过以前单减的 抑制这个 抑制这个 抑制的这个细胞 所以总体就是这样 就上边呢 就掐上那边呢 它有一些sensor sensor之后呢 经过这个里边这个电路 啊 这个分子电路的放大之后呢 它可以释放出一些 这个胃肠钛 胃肠钛呢 可以被这个 啊 这个 efferent 这个terminal呢 感受到 然后变成信号 就是这个抑制和这个spinal cord 那这种就是 啊 啊 胃肠系统呢 差不多有2亿到6亿个这种神经元 它的神经元呢 和这个spinal cord神经元呢 数量差不多相等 啊 就是支配这个spinal cord呢 主要支配这个谷歌机 那个啊 胃肠的神经元呢 主要支配这个肠胃的一些平滑机 它呢 啊 这个这些神经元呢 有多种这种 按功能有多种分类 它呢主要处理这个有机体和这个 啊 这个腔 这个lumino的这种环境之间这种接口 因为这个长腔的这个接口呢 啊 它的面积实际是皮肤面积的100倍 它的表面积 它的表面积 非常大 然后这个长腔这个表面呢 它有 啊 特别大量的这种微生物的菌群 称为这个commenso 非常大的population 差不多有100trillion的这种 啊 微生物 有4万种 其中这4万种微生物呢 因为它不是人体的 它是外来的 啊 它的基因呢 是人 基因的100倍 数量 就是总的有 是人基因的100倍 所以说呢 在这个区域呢 这个 啊就是肠胃啊 就是内脏啊 它这个 啊相关的这个免疫细胞呢 占整个免疫细胞 人体免疫细胞的三分之二的免疫细胞 都在这个 那个胃肠道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块呢 有这个 上千种这种 啊 肠内分泌细胞 就异义细胞 它呢 能分泌出20种以上的这种 啊 荷尔蒙 也就是那个胃肠态 那么呢 这个 内脏呢 就是胃肠啊 它有这个三种极致来 它encode 就是内部环境的一个information 第一种呢 就是通过我们来说 那个 primary efferent 这个神经元 就是通过terminal 感受到之后 然后把信息呢 往上传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通过免疫细胞 这个免疫细胞呢 比如它遇到一些 那个一些病毒什么 它会分泌出一些 Cytokin 炎症因子等等 第三种呢 就是这个 EE这种细胞 就是内分泌细胞 就肠上的这种 它能感受到内 内环境的这种机械力的变化呀 感受到化学的这种变化呀 感受到 比如说这个 营养的变化呀 然后呢 它把它 通过这个 另一端 产生这个胃肠态 然后把信号传递 通过内分泌和旁分泌的形式 传递到 往上传递到大脑上去 那这里边主要两类 这个 神经信号 signaling 第一类呢 就是这个 extrinsic efferent 就我们刚才看的 包体在外边那个 那个 那两 那个 蓝色的 那个绿色的小圆点 那是圆点 Figure 1a 它呢 就是 相当于上传的这种 把那信号呢 传到spinal cord 和这个 外国 就是 迷走核 另一种内部呢 叫iPen iPen 所有包体都在这个 长的这个wall的里边 它呢能够综合这些信号 那iPen的数量呢 差不多1亿个 而这个 extrinsic efferent 这些神经元呢 它只有5万个 就相对来讲 就少很多了 那么这两者神经元呢 都 特别敏感于啥呢 这个机械力的变化 和敏感于化学 就长腔类的这种化学 比如有没有一些 化学这种刺激啊 或机械的刺激 那腔里边的信号呢 它并不能直接 刺激到这个 我们刚才说 那个efferent 神经的这种terminal 就是卷取的 那个布浪的 那个绿色的 不能直接 它需要通过啥呢 E和这个EC 这个cell 把它转变成 信号 转变成这种态信号 来刺激这个terminal 然后这些信号呢 它可以 作为这个多个这种 就是长胃的 这种反射环的 这个input 然后呢 来优化这个 就是内脏的这些功能 来维持内脏的 这种静稳态 比如说 有食物下来了 那么通过这个 采集到腔类的信号呢 然后来分泌胃液 来使这个胃蠕动 把食物呢 往下排挤 然后呢 这些东西 这些efferent神经元 也可以将这些信号呢 往上传递给这个 通过这个 spinal cord 这个liminal one 神经元呢 或者是通过啥呢 这个 迷走的这个 枯数核 然后往上传递给大脑 把那个内脏的信息呢 往上传递给大脑 我们刚刚也说什么呢 就是胃的主要功能呢 它主要是这个 wagglewaggle 这种反射 它通过这个 迷走神经和迷走这个神经核 来做这种反射 这些反射呢 可以通过什么呢 这个 体液内分泌 可以对它进行调节 那肠的这种功能呢 它主要依赖于 它这种反射呢 主要于这个intrinsic 反射 来对它进行这个 约束 这主要呢 通过这个 iPen这些 神经元 还有肠的那种 motor神经元 来做这种 肠的这种反射 比如遇到东西了之后 它应该 肠应该怎么样反应 比如遇到这个毒素了 它只要把这个东西给 吐出去 那这个 iPen呢 iPen内部这些神经元 它是相互兴奋连接 这样的话呢 可以这个 通过内部网络 你可以增强 这个放大local这种信号 然后呢 它还是什么呢 多modality的 比如说它反映于 这个化学刺激啊 from EC cell from机械刺激啊 from 这个 比如说 这个 内脏 肠和胃 它是收缩 还是这个胃脏啊 这些信息 它都能综合在一起 然后呢 它这些信息呢 有助于啥呢 就是 腔内的这种反射 对于肠的这种 腔内反射 来调节 这个 这个肠 胃的这种 就是功能 比如说 要不要分泌 胃液 还有一些血流等等 但是呢 它不会直接呢 就把信号 传递给这个中株沉溺系统 而是啥呢 通过这个 Astrinsic efferent 来提供这个信号 然后呢 给这个 spinal cord 或者是 这个 Wagel 来做这个 reflex 来做这个 reflex环 对于这个 机械敏感的这种 就是 Astrinsic efferent 这种神经呢 它和这个figure 1b不太一样 因为啥呢 你要想感受到这个机械呢 你需要 有点像那个 听毛神经似的 它需要什么呢 能够感应的切音力的 这种离子孔道 比如说有这个 切音力 种在这个 枪膜上之后呢 它的孔道会被打开 那这种呢 受体呢 它一般是这个 称作这个TRP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它有多种类型 V1 V2 V3 A1 这些类型 还有一些呢 这种这个 机械敏感的这种 就是 Efferent 它是这个 酸敏感的这种channel 叫做 ASIC 那这些 这种机械敏感的这种 比如 Wagel或者是 spinal的这种 Efferent 神经元 这些神经呢 它们也有一些子类 比如有一些呢 它们的这个 机械敏感的 Stars Hold 比较高 有些呢比较低 很多呢 它都在正常情况下呢 它都没有反应 所以有些呢 在这个有炎症的时候 这些神经元呢 有反应 那还有一类这种 就是 Wagel efferent 这种 神经元的 这有一群子群呢 它那个 Terminal 位于这个E 就是 肠内分泌细胞的这个周围 那这些 Terminal呢 它对这个 化学的这种 Stimular是比较敏感 因为这个EE呢 它能这个 放这种 释放不从的这种 态 根据这个 化学和 枪内的化学和 机械事件 它能放不同的这种 神经态 所以呢 这些这个 Terminal呢 就 Wagel efferent 这个 Terminal呢 它上面表达啥呢 它能表达不同的这种受体 比如有些受体呢 它是针对于这种 饥饿 这种 叫orexigenic 它相关的受体 有一些呢 是 anorexigenic 就是 这个 肠态 就是啥呢 就是这些EE啊 它会放出一些这个肠态 有些呢 代表饥饿的 有些呢 代表这个 吃饱了 就Seshit 而且呢 这些这个 肠内分泌细胞 它分布 从口腔一直到这个 直肠 它都有这个 E-Cell的这种分布 所以呢 就刚才那些这个 Wagel的 Efferent 上传的这些 Terminal呢 能够感受到这些 饥饿 还是这个 满足的这种 常态 这些常态呢 是这个 E-Cell 根据腔力的情况 分泌出来的 然后这个Efferent 这个受体呢 它还受到什么呢 一些营养的 一个状态的 一些调控 比如说 你在 就是Fasting 就是绝食的时候 缺少食物的时候 那么呢 对于这种 饿的这种 饥肠的这种 胃肠态呢 它的这个 受体就增加 这样的话呢 它会增加 去吃东西的 这种 这个信号 而减少呢 这个满足的 这种信号 而还有一些 这种就是 迷走的这种 Efferent 这种 Terminal呢 它位于啥呢 这个免疫 细胞的这个 附近 这样它能感受到 免疫细胞排放出来的 这种就是 信号分子 比如说 一些炎症分子等等 然后呢 把这些信息呢 传递给 大脑 现在我们讲讲 这个内分泌 和旁分泌的 这种signaling 内分泌呢 就是产生一些 分子 到这个通过血液 达到脑 然后旁分泌呢 我们说就是 直接产生东西呢 作用在周边的 这个细胞上 那么呢 这个肠的 这个内分泌细胞 这个E细胞 它只占这个 肠胃的这种 内脏的这个 外皮细胞的1% 它数量很少 但是却构成了 一个 叫内分泌的 一个organ 一个器官 这个E细胞呢 它是这种 就是对于 腔内的这种化学 和这个 这个机械的 stimulus的 第一级的 这种integration 把信息综合在一起 然后呢 它是能够反映 这个 腔内的一些 这个content 的一些情况 那么呢 这个EE呢 它的output呢 一方面呢 能够控制这个消化功能 通过啥呢 这个 常成灵系统 就ENS系统 能控制整个 这个消化功能 另一方面呢 它可以控制啥呢 这个中枢系统的 这种处理 通过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内分泌和旁分泌信号 就是通过啥呢 比如说这个 Vigo efferent 这个米种 这个神经 它可以把那个 内部信号呢 腔内信号呢 传到脑 传到外边 传到中枢系统 然后有一些呢 这个就是 肠内分泌 这个EE 这个细胞 它反映于什么呢 这个 腔内的 这些content 经过多种 这种受体 比如说 这个EE呢 它可以去极化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机械敏感的这个 阳离子孔道 尤其它位于什么呢 这个 微毛上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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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里边content的 运动 产生轻盈力 那么呢 这个 阳离子孔道打开 那会导致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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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分泌细胞呢 它会 去极化 比如说释放一些态 还有一些呢 意义呢 它是对这个 子酸 和营养相关的 这个子链的长度呢 它会 产生特定的这种 钙离子依赖的这种 机制 通过这种呢 它产生这种方电呢 它能够 提供啥呢 就是肠胃里边 这个子酸的一些信息 子酸主要和能量有关 能量存在这个子里边 脂肪酸里边 那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迷走的 这个 activity 它呢也会影响这个 内分泌细胞的这种方电 第四种呢 比如说这个 鸡蛋白偶连的这种 特色的这种收体 它的这种曲奇化 比如吃到甜的东西 苦的东西 待会我们会具体讲 它也会那个 会产生不同的这种 就是意义 它会释放不同的态 然后呢 第五点呢就是 对于这个 浮腔类 它这种 卫生物的一些 patterns 它的不同 pattern 存在比如有没有 toxin 有没有这个细菌 它呢也会产生不同的这种 这种信号出来 这种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 TL2 这种呢就是 一种受体的 一种这个 识别的一种受体 然后呢 它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 肠上面如果有一些 这个变原体 那么呢 它会上调 什么呢 这个意义细胞的这种 就是CCK的这种释放 这种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它能感受到这种 变原体 然后我们再具体讲一下 刚才说那个甜 苦还有这个 氨基酸的这种 肠内的这种 sensation 这种感觉 原来呢 这种甜苦 氨基酸的这种受体呢 都在舌头上有 舌头上有这个 taste的这种 receptor 那现在发现啥呢 这种 receptor呢 比如taste receptor type1 就是T12这种受体呢 它呢 是有三个成员 这种一二具体 那么呢 对于这种甜的 这种感觉 这种受体 它是T122 和这个T123 那么呢 也发现呢 在这个 肠胃里边也有 对氨基酸的这种受体呢 是T121 和这个T123 那么呢 在这个 肠胃里边也有 对于苦的这种感觉的受体呢 是 T2R 这一家族 含有啥呢 GPC2 鸡蛋白鸣 受体 那比如说舌头上 这个 taste的这种受体 它能够 signaling 特定的这种 它能够感受到这个 不同的味道 那么呢 主要是因为啥 它有这个 它受体 它是鸡蛋白鸣 受体底下有一个 Gα 这个 Gasdasing 这种亚基 那这种亚基呢 它尤其针对于 这种苦的这种味道 它把那苦的味道 以信号的形式传上去 那么呢 肠胃里边呢 也有这种 我们看这个FigureEB 那个图 它也有这个 Gasdasing这种亚基 那么上述这些channel呢 它能 传 传导不同的这种信号 然后呢 这些信号呢 这些机制呢 又 会导致这个包内的这种 钙离子呢 浓度增加 钙离子的浓度增加呢 它会使那个包内里边 那个胃肠态 GI 那个peptide 来释放 这个释放之后呢 那下游这个terminal 能够感受到 然后传到这个 往上传 然后这个TCR呢 它是一种受体 它呢 能够 借导呢 比如IFkb的这个activation 然后呢 会释放这个 转路因子 ap1 那在我这个干扰数的这种 regulation factor ifr irf呢 它会导致这个setoken的一些释放 比如说完呢 这个上游 就腔内不同的事件呢 会导致下游 这个 就是这个 那个bessel letter 基策这个地方 放出不同的这种 钛信号 或者是这个 setoken信号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些信号呢 将 肠位道内不同的这种 机械化学 还有这个 这个病原细菌的这些信息 可以传递给 大脑 脑干 还有这个spinal cord 然后肠里边呢 代表肠里边呢 还有这个 思路显示的这种 EC这种 细胞 它呢 主要是释放这个五腔色胺 其中人体95%的这个 五腔色胺呢 都从这块释放出来 那么呢 这个 尤其这个腔 就是腹腔内啊 这种就是内容物的这种 content的移动呢 它会导致 机械敏感的这种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cation 这个阳离子孔道的这种 打开 尤其在这个 绒毛这个 那地方 那么呢 它就会在啥呢 这个EC细胞 会在这个 basal lateral这块释放 这个五腔色胺 这种五腔色胺呢 它会 trigger 这个正常的这种 就是肠蠕动 还能那个 形成这个 五腔色胺的这种反射 可能也会分泌一些 和消化有关的一些 这种物质吧 那和这个免疫有关的 一些信号呢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免疫细胞呢 百分之七八十呢 都位于在这个肠胃里边 它主要呢 维持这个tolerance 和这个immunity 这一方面啥呢 你需要这个 杀灭外来的病毒 另一方面呢 你还不能把这个 正常的这种菌群给杀死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肠 它形成了一个单层的这种 肠上皮细胞 叫IEC 这个肠上皮细胞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ECE 这个细胞呢 它形成了一个 barrier 这样可以去 between 啥呢 这个host 就是我们这个主体 身体 和啥呢 外边这个微生物的这种 habitate 微生物这个群落 它通过这个膜把它隔开 不然那个微生物 都跑到那个血液里边 那么这个单层细胞 这个膜啊 它 黏膜 非常重要 它周边呢 有很多这个免疫细胞 这些免疫细胞呢 一方面呢 它对这种正常的菌群呢 它是hypo-responsive 对它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呢 对于这种病原体呢 它却非常有强烈的反应 那这边有两种这种 就是 上皮传导机制 就是将 腔内的这种 细菌相关信息呢 转到这个 啊 就是 信息呢 传递给脑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specialized microphone cells 它呢 能够这个采样 这个抗原 和这个微生物 然后呢 比如把那个 比如有这个 就是新的这种抗原 那就是antigen的 这些东西 就是有病毒相关 相当于病毒相关的 一些蛋白片段呢 它呢 可以通过这个包吞的作用 把它递成到哪 这个抗原处理细胞 比如说一些这个 laminar propria 这个区域的这种 速途细胞 然后这些速途细胞呢 扩展它的树 with上皮 这个tite joint 然后 能够广泛表达 这种pattern recognition 收体 比如说tl2 这些收体能识别 外在的这种病原 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强调什么呢 这个肠胃 它能够 呃 与这个外边的 那个微生物 就是这个 菌群呢 能够相互作用 并且能够区分啥呢 正常的菌群 我们称作这个 common cell 能够区分这个 common cell 和啥呢 pestrogen 是这个病原体 那还有一些 这个meso 这个afferent 这个terminal呢 它就挨着这个 就是粘膜的 这个免疫细胞 呃 比如这个mast cell 这些 呃 它呢 这个mast cell呢 如果是遇到了一些 比如说 发炎呢 或者是遇到一些 病病毒呢 它会产生啥呢 protease 蛋白酶 五腔色胺 还有这个足胺 这些东西 它会产生这些 就代表它比如说 有病毒侵入了 那么呢 这些它释放这些物质之后呢 能够被我们刚才说 那个terminal呢 能够 它上面有些受体 能够把它采集过来 然后传到大脑 再比如说它呢 呃 它会释放一些比如 畜生上限 释放因子 CRF 还有那个 那个microphage 这些 它能够释放一些细胞因子 Cytokin 那么这些 炎症相关的 呃 比如炎症相关 它会释放CCK 它都会间接影响到啥呢 这个 呃 EE细胞的这个功能 就是 它会能感受到 呃 这些 像detector 这个mast cell 啊 这些cell 或是microphage 它们呢 呃 检测到这个 肠道内有一些细菌 然后把它呢 变成一些 呃 细胞因子 一些信号 比如Hitamin 这些东西 CRF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能被这个Efferent Terminal的感受到 然后把这些信号呢 传给大脑 接下来 我们讲这个内脏 这些信号 如果来影响这个大脑 我们主要看这个Figure 2 那这图2呢 是关于这个 呃 摄氏相关的这个脑与内脏的这种信号 主要是内脏亲戚 呃 向上的传到脑 那么这个 呃 内脏呢 这个肠胃啊 它有关这个营养的信号呢 呃 它可以 呃 通过啥呢 spinal cord 就是mizo 或者通过内分泌呢 一直上传到这个 呃 中处神经系统 比如大脑 那么呢 我们看这个营养 像最下面营养相关的这种 呃 肠胃的这种信号 它可以通过三种 啊最右边二那个是那个内分泌 就通过血液 它可以到达啥呢 这个AP 它是一个 呃相当于一个神经盒呢 它是在这个道州 呃 WIGO COMPLEX 这块 呃可以通过血液达到它 也可以通过血液达到啥呢 甚至达到下丘呢 呃这些呢 它可以调节 这个 呃 迷走这个上传的这种信号 到什么呢 道州MOTOR核 那更主要呢 就是用旁分泌 就是通过这个spinal cord 和这个迷走神经 呃 它下部有terminal嘛 能感受到这些信号 然后再往上传 这些信号的感受呢 是通过旁分泌 呃 因为它这个terminal呢 都在这个EE和EC 能够分泌 这个信号的这个西班周围 那这些信号呢 那这些信号呢 都是功能specific的 比如说有些代表 机械力 有些代表这个化学 stimulus 最终这些信号呢 都往上传 传达到呢 这个 呃 呃 它的这个味道 它的这个palletability 它这个value reward 这个value 然后 这都从下部传来 还有一些啥呢 比如说这个 呃 context 这个food intake 就是 food到底长什么样 它的 视觉上的感觉 它听觉上 这个嗅觉上的一些信号 这些呢 可能从啥呢 这个 这个ofc 或者是prefrontal 这边传过来的 也都到 汇集在这个 anterior insular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polleterior insular呢 它主要是 下边这个 内脏的那种 内感受的一些信息 呃 在这个polleterior insular 然后呢 它可以传到 anterior insular 然后呢 这个视觉 嗅觉这个呢 可以通过 那个offactory 呃 传递嗅觉的过来 通过ofc呢 传递 比如视觉 其他感觉的信息 都最后集中在 这个anterior insular 然后呢 这些呢 还可以形成这个 关于复杂的这种 多维度的这种 呃 这种经验 可以存在着呢 这个海马里面 和阿米格达拉 甚至呢 呃 海马阿米格达拉 还可以把以前的 这种内感的这种 呃 memory或者是经验呢 提取出来 用这个prefrontal呢 它就是在认知层面 你看那黄色的框 是认知层面 对这个 食物的这种 设食的这种 呃 它的这个呃 信号 比如说 呃 你觉得吃这个蜡的东西 可能会产生便秘 那么呢 这种这个认知呢 是通过prefrontal 来产生这个信号 给这个anterior insular 然后呢 这个 VTA和这个NACC呢 它是关于奖励 和motivation相关的信息 那么呢 我们随时随地呢 就是内障了 它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 这种信号呢 传递给大脑 但是大脑呢 可能只处理其中一小部分 被感受到 会有意思的感受到 然后产生相应的这种 呃 反应 比如说你饿的时候想去设食 比如你 呃 肚子里边东西太多 想去排便 呃 那这种呢 那么呢 其他的那些信息呢 它会 形成这个subliminal的这种 呃 内部感受的这种input 就是 比如觉得闹心 但是尽管没有 consciously 感觉出来肚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是闹心呢 它会影响你接下来的这种决策 会影响你的 对于某些东西的这种 呃 一些记忆的这种 内感受记忆的形成 还会影响你的这种情绪的 这种arousal 还会影响你的这种情感上的 一些行为 都和你这个内部肚子里边那些 呃 这种feeling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这些状态呢 是由你这个 呃 肠胃的这种就是 感受到上传的信息 呃 来提供这种上传的信息 我们说呢 这个胃肠道呢 可以通过这个waggle的这种afferent 呃 将信息传到这个 接力的 中间接力的这个 这个固住盒 也可以通过spinol 这种afferent 传到这个 呃 脊髓的这个levener1 那此外呢 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 呃 肠胃内 一些疼痛的信息 它可以通过啥呢 levener的这个 呃 下秋脑呢 和这个amigadala 然后做这个行为的control 然后内脏这些信息呢 比如通过这个mezo 和通过这个spinol 上行传到美杜拉这块 它有这个 还有五项色胺的这个拉菲核 还有这个二叉分胺的这个 啊 啊 locus co colulus lc 这个核 还有这个单能的这种 啊 input 这些东西呢 能够这个modulate 皮肠的这种arousal 它是不是能够啊 感觉到 清醒的感觉到 那个内脏的一些信息 那就像啥呢 那个craig 他刚才也说了 那个 呃 他说啥呢 这个 呃 这个人呢 他这个 比如我刚才也说了 从那个laminar1 spinol cord ml1 到这个aventrometer 然后到这个acc 也可以通过啥呢 这个 枯树 到这个 这个 那个月牙型 我看figure2 然后再到那个acc 那么呢 这个人呢 他有这个well developed 这种 就是 呃 能够啥呢 把那个身体的这种 静蚊态的这个map 传递给这个大脑 主要传递给大脑 什么呢 这个 啊 insular这个 这个区域 然后insular这个区域呢 还可以背啥呢 这个 emotion 主要是来自于 amygdala这些地方 还有这个 认知 主要来自于prefrontal 啊 还能被这个大脑呢 做调节 比如心情不好 那尽管现在有点饿 他也不想吃饭 那可能和amygdala 关于情绪有关 那比如说 呃 你如果吃饭 就给你100块钱奖励 那就prefrontal的认知控制了 那你尽管情绪不好 那你可能还是要吃饭 所以最后决策 要不要吃饭呢 就一方面你下 下位里边提供的饥饿信息 另一方面呢 和这个amygdala的这种情绪信息 还有这个prefrontal提供的认知信息 都交会在 anterior insular 这块 然后呢他来决定 今天要不要吃饭 然后呢 对于这个 insular呢 它是这个功能specific的 它有指个指 它有很多指区 它是功能specific 比如说在这个 中后的这个insular 它主要负责啥呢 内脏的这种就是sensory 就是在这个中后部表达 那关于嗅觉呢 是在anterior 前部的insular 关于味觉呢 gustatory 味觉就是品尝 甜酸的这种 嗅觉呢 是鼻子纹 鼻子纹那个在anterior insular 那么味觉呢 gustatory呢 在middle insular 所以呢 这些区呢 它们都相互临近 而且呢 又各自有distinct的这种指区 所以呢 它负责设施相关的这种 内部感受的这种input的不同方面呢 最后都集中在这个insular 它们还有overlap 于嗓的这个dousal anterior insular 所以这说明啥呢 这个dousal anterior insular 它是能够integrate 这个负责相关的 比如味觉 嗅觉 内部感觉 情绪 认知 这些功能都 综合在一起呢 就是dousal anterior insular 然后这一点呢 你比如说你刺激这个posterior 这个insular呢 因为它和这个内脏感觉有关 你能感觉出来这个内脏的感受 就是你stimulate 你会产生这种内脏的 或者是曲体的感受 那么呢 再次靠背部的这种anterior insular 它和这个认知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它会连接到哪呢 DL prefrontal 和这个dousal stratum 然后ventral这个anterior insular呢 它和这个 社会这种情绪有关 所以说你看它电路呢 它也连在这个amigdata ACC和OFC 那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按insular那块呢 它就聚集了这个 和那个内脏实物 这个认知情绪 各方面聚集在一起 现在我们讲一下啥呢 这个内脏呢 到脑的这个信号呢 它会影响你的这个情绪的作用 那 基本上说啥呢 我们说这个EE 这个和EC 这两类细胞 它产生到脑的一个信号呢 它会这个调节这个情绪 那么实验知识啥呢 就是说这个 吃东西进食 就是taste 和这个sensuation 它呢 有这个hydronic的这种effect 它感到快乐 享乐这个效应 而另一方面呢 比如说常年膜 上面有炎症 或者是 那个 腹腔里边呢 有这个toxin 它呢 会产生aversive effect 所以这两个相当于相反的 一个是 有炎症那种可能产生恶劲 另一个呢 这个hydronic effect呢 享乐这个呢 它可能 进食 所以摄食呢 就是吃东西 往往 使人感受啥呢 plattered feeling 很快的 吃东西很快的 比如你吃个冰淇淋 觉得很爽 那你如果吃到这种不好的东西呢 病毒或toxin呢 它会产生负面的这种情绪 比如呕吐的这种情绪 所以内脏这边呢 它能够这个 通过神经内分泌 然后来产生这种 两种信号 第一种呢 sensuate 就快乐相关的信号 可能有cck 这个tiyy glp1 这些这个分子 它可能代表这个sensuate 那关于饥饿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这个grilling grilling 是和饥饿有关的 产生这种分子呢 代表着饥饿 如果是呕吐呢 呕吐 噁 噁金时候呢 它会产生五腔肾胺 那么 粘膜这块呢 它有一些免疫的这种细胞 它呢 能够分泌这个CRF 我们刚才说的 五腔肾胺 这些信号呢 可能分别代表它呢 疼痛啊 肠胃不舒服 呕吐啊 劳累啊 fatigue 等等 而那个 呃 长期上一些营养的 比如你注入一些营养 它呢 能够这个 调节你的这种 啊 flavor的preference 和acceptance 比如说 你注入一些子酸 这是和营养有关的 这样的话呢 注入子酸之后呢 你发现这种side 悲伤的这种情绪呢 是可以被减少的 因为啥呢 这个肠的这个信号呢 它会影响这个 它上行的这个信号呢 会影响这个情绪 现在我们在讲 啥呢 这个呃 这个肠胃相关的 这种feeling状态的 这种多表达 就是这个mati representation 就figure 3 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呃 肠胃的这种信号 还有这个肠胃的这种sensation 感受 还有这个感受的这种多表达 就我们说这个 肠胃内 这种内部感受信号呢 它可以传到大脑 这对于这个大脑 维持这种 体内内的这种 静蚊态呢 很重要 这静蚊态呢 它是associated 于这个present 就是sensuate 就是好的情况 它是静蚊态 如果静蚊态被破坏呢 它是associated with 这种aversive 比如腹痛 或者是呕吐 内部斯稳的 那对你来讲 它感觉是呕吐 和疼痛 那么呢 你感受这个 就是肠胃的这种sensation 这种信号呢 它主要是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 anterior insular 这块放电 或者ofc 这块 和这种神力活动 你可以感受到 那么呢 这种味觉 嗅觉 内脏的这种感受的信号呢 被这个integrated 并且呢 可以被这个 情感 认知呢 所modulate 形成多维的这种 内部感受的这种 经验 或者记忆保存起来 这些记忆呢 经验呢 和这个sensation 和内部的这种feeling 的state 是有关系的 比如呕吐 如果你看到一个臭鸡蛋 这个 然后呢 你会产生呕吐的这种感觉 而taste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 和这个pleasant的这种经验呢 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女 你经常用成语说 秀舍和餐 那么这种经验呢 美女呢 和这个心理内部的这种感觉 感觉很pleasant 很好吃 这两个和联系在一起 这两个和联系在一起 那有时候呢 你没有这个内部的这种 内脏的这种反应呢 也能trigger出残的一些感觉的状态 这种呢 可以recall 这种就是matter representation of 原来的这种 gat的这种sensation 就是我们刚才说 这个美女修舍和餐 你经常看到这个人 你内脏里面 其实没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但是呢 你还是能够感受到 类似的这种感受 那这些这个 内感受的这种memory 它可能engage 于相似的这种脑区 比如我们说的 anterior insular ofc amygdala 尽管呢 没有这个内脏的信号传上来 但是同样的这个 这个 就刚才说那几个区域啊 它还是产生相似的这种放电 这种呢 它就反常常的 比如你看到别人疼痛 那么呢 你也觉得自己很疼痛 那这种呢 尽管你没有疼痛的信号 但是呢 它也可以使你疼痛的区域呢 就通过别的这种渠道 就是让你recall 这种就是recall出这种 相似的这种内部感受 那经常这种呢 是潜意识里边出现的 它呢 会影响呢 bearers你的这种行为反应 这种bearers你的行为反应呢 它主要基于啥呢 你的这种就是 肠胃的那种内部的这种感受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 你说我看了一下他就觉得恶情 你不想和他合作 那这种恶情呢 尽管你 就是它产生一种 就是内部 肠胃的感受 然后使得影响你接下来这种决策 那这个figure 3就是这样的 就是 呃 我们从右往左看嘛 就是 呃 就是肠胃 它相关的这种 就是内部感受信号 它传到上面呢 被这个anterior insular 来进行就是放电表达 然后呢 它还受到啥呢 OFC Amygdala 海马尔的这种就是 分别是这个 价值啊 或者是这个 一些恐惧相关的 还有一些 内部感受的这种记忆 来对这个anterior insular 做 做modulation 那对于这个就是 肠胃的这种信号呢 我可以看先最下边 它在静稳态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是呃 肠黏膜呢 它可能分泌一些 这个 有一些营养 感受到一些营养物质 它会分泌出啥呢 CCK 这个PYY 这些钛 还有这个鸦片 O-PIN 代表啥呢 它感觉很舒服 present 或sathe 那么呢 这个信号传到这个 anterior insular呢 就下面黄颜色 anterior insular放电呢 就代表它satheation 很满意 那么呢 这个呢 它跑到前面去呢 就OFC 阿弥陀佛 海马这块呢 在这个大脑的cortex呢 它会表达为pleasure 和这个wellness 那如果肠胃道这个 这个静稳态呢 遭到porturbation 就是那些绿色的框 那比如说这个黏膜发炎了 它会释放啥呢 CRF 这个SP 就是p物质 subtance P 还有那个一些cytokin 这种呢 这种信号呢 你跑到这个anterior insular呢 它放电代表啥呢 腹痛 它这个放电就代表腹痛 和代表这个腹部这个不舒服 discofort 然后呢 这跑到那个皮肠呢 就会出现这个 情绪上的这个疼痛 和这个抑郁depression 或者是fatigue 很劳累 或者是anxiety 情绪很这个焦虑 那你如果这个腹腔内呢 这个黏膜被irritate 比如中毒了 那么呢 你会感觉到这个nose ear 在这个anterior insular 它放电代表nose ear nose ear呢 传到前面呢 比如ofc呢 它会 人们会觉得啥呢 是disgust的恶心 那么呢 比如你缺少营养的时候呢 在肠胃里缺少营养 它会分泌grilling 和这个多巴 那么呢 在anterior insular放电呢 它就代表这个hanger 饿 那么呢 这个hanger饿呢 传到这个ofc这些区域呢 皮肠呢 它就要渴望得到食物 就去开始觅食 所以不同层级呢 它处理那个 你都可以通过语言描述出来 它代表不同的这种意义 但这些意义呢 是hierarchical的 是有等级的 组成的这种 所以我们刚才说 那个 这种多表达呢 比如你内脏的这种感觉 或区体的感觉 你无论你是期望 或者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感觉 那可能在那些 都在这个同样的一个 anterior insular的一个区域 比如你看到他人 感觉很恶心 或者你自己很恶心 那可能都在同一个 anterior insular的这种直屈 这说明啥呢 这种这个anterior insular 或者是ACC 这种类伍的这种 静稳态的这种反射 感觉到恶心的反射 可能被trigger于啥呢 内感情号 就是你身体内部 肠胃这块 比如有没有遇到病毒啊 这种 对它可以产生这种reflex 这种反射 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这个内感受的这种memory 可以通过以前 比如通过视觉 是你调起 recall 出某些memory 然后也可以通过ACC放电 然后产生出这种恶心的感觉 那这种encoding 内部感觉的这种 内部的这种感觉呢 可能随着发育 产生出来的 比如早期 这种疼痛的这种经历 比如说饿 或者是婴儿的时候不舒服 和这个有关系 感觉疼痛 那么呢 pleasure呢 可能相关于这个吃食物 比如妈妈给你喂奶了 他可能觉得pleasure 那新生儿呢 他就有这个 从内障到大脑的这种信号 那支持呢 这种早期的这种 就是 早期他没有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呢 是不能区分的 那他有这个 stereotypical的这种 固定的这种行为反应 比如小孩的可以这个 吸奶 可以吐奶 可以排便 可以哭 他有这些反应 那么呢 这些呢 他是这个 控制啥呢 这个正面的 或者是 positiv 和negative 的这种 feeling state的一种机制 就是你感觉小孩哭 他反应啥呢 肚子里面不舒服 所以呢 他给 婴儿呢 提供了一个value map of the world 就是正负的这种 就是positiv negative 这种经验相关的啥呢 比如设食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 代表pleasure situation 的一些这种 内脏的一些反应 比如舌头上 有这个甜的这种受体 那刺激的受体之后呢 它会固定的出现什么呢 这种 stereotype的这种反射 就是 它不是学出来的 它是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叫反射 reflex 哪怕是无脑儿 或者是 你把那个老鼠的脑去掉之后 你刺激它那个舌头上 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 所以这种呢 它就是body-based value map 也就是啥呢 那个 什么 那个人提出的 这个 somatic marker 或是 内部感受的这种memory 这种感应呢 比如啥呢 比如说 你舌 你给它舌头上点一点 折糖 折糖的摄取 那么 这个舌头上的这个甜的这个受体 这个就会被活化 而且会释放啥呢 opio 鸦片 这种呢 代表这个well being 那这种感觉的这种状态的这种 神经化学的encoding呢 一直到成年 然后成年的时候呢 它还补充了一些后天学的一些meta representation of 这种这个sensation 对这种感觉的 其他的一些表达 你比如 饿的时候呢 这个胃里边呢 它会分泌出这个 化学分子grilling 这代表 和什么相关呢 和这个craving for food 然后craving和food呢 和这个多巴这个奖励系统呢 也是 联系在一起的 你找到food之后呢 你这个就释放多巴 就代表对你奖励 整个信号呢 就是饥饿 然后那个肚子里面 产生这个grilling grilling呢 传当脑在那边 产生这个craving for food 渴望食物 找食物 然后呢 找到食物呢 有这个多巴奖励 那你这个儿时 这种初期的这种 肠胃的这种反应呢 to pip to you 和这个averse you 就是stimulate 它呢作为你这个 呃 就是 内部感受的这种 呃 脑的这种就是memory 的一个基础 包括这个情绪的这种state 然后这个情绪呢 你可以用来这个 呃相关于这个 associate到这个各种复杂的 这个社会的这种 呃 情况 来预测未来 或者是做这个直觉上的 decision making 然后呢 你对未来的预测呢 还有这个预测的error 都associate到这个anterior insular 这个方便 所以anterior insular呢 啊 和这个未来的预测是有关系的 呃 尤其肠呢 anterior insular这块呢 有一个叫ven的 那个cell 其他的脑区都没有 但是呢 在这个肠那个系统呢 比较丰富 啊 比如这个cell呢 这上面有这个五腔色胺的 这个2B受体等等 它呢 可能是呢 就是通过进化 这个脑和肠的 那个脏器内脏啊 它之间那个 啊 信号呢 它可能相关吧 那这种脑和内脏的这种相关呢 可能是通过进化 发育 或者这个 还有这个神经生物学 都有相关的支持 啊 比如说这个 啊 啊 pleasant 就是内脏的这种 它和这个food intake有关 那么呢 啊 它在脑上面呢 和这个社会这个 interaction 比如你跟社交很开心 它也是pleasant 那这有负面的呢 比如说你内脏的感觉呢 比如像呕吐不舒服 那么呢 你被这个社会上的这种这个 呃 其他人排挤 那你也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啊 那这种就是内脏信号呢 和感觉状态 啊 这种比较紧密的关系呢 还有这个多表达的关系 啊 还有一些例子 比如你这个 这个 五腔色胺 五腔色胺这个 T3受体 啊 经过这个 迷走这个信号 它关于啥呢 它和这个toxin induced的这种嘔吐 它是相关的 有这个毒素的时候 这个同路 它就 通过五腔色胺 作为信号表达 那么呢 这个satoken 经过这个迷走的这种信号呢 它和fatigue 和sickness有关 疲劳的时候 它会和这个satoken 啊 来表达 那么呢 黏膜有炎症呢 它和释放的crf是有关系的 那么呢 基于这个gut的这种 feeling的 做decision making 那么呢 脑和内脏呢 他们说 做interaction 相互作用 然后这个interaction呢 又和这个 内部感受的这种memory 有关系 那么这种直觉decision making 是怎么定义呢 直觉上做决策 那么它是一种快速的这种assessment of 这个probability of 你喜欢的这种outcome 和不喜欢的outcome of planned behavior 与uncertain的这种situation 啊 这种呢 是依待于经验 不依待于推理 就是你遇到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 然后你做plan的行为 这行为都是好的结果 还是不好的结果 啊 他你做很快的做这种概率 然后挑一个你喜欢的这个 啊 behavior的结果 那这种呢 那它是不是通过推理 而是说你直接感觉出来的 比如买房子 我不是说 看这房子 到底哪个指标最高 而是我自己第一印象 我觉得它很好 那这种就是这个直觉推理 直觉的这种decision making 不是推理 啊 那么呢 这个它认为在啥呢 frontal和insular之间呢 有一些大的spendal neuron 这种呢 来处理复杂的这种啊 社会的这种interaction 啊 那么呢 是基于这个啊 啊 gut feeling的这种 它呢 应该 这种能力呢 这种基于这个内部感受的这种决策呢 它应该获取于早期的这种 幼年时期的这种成长 然后呢 啊 refund呢 于这种发育的这种过程 那 如果这个静吻胎呢 被这个干扰了 那么这个 脑和这个gut这种轴 它会 这种连接呢 会出现plasticity plasticity 那一方面呢 它相关于这个 比如说 你这个增加这个 啊 吃这个 fat rich的这种食物 啊 另一个例子呢 就比如说你这个 啊 从内脏的这种 efferent的这种plasticity 连到脑 它和什么呢 肠 肠胃这种发炎 长期发炎 它也会 改变这种 就是啊 脑和内脏的这种连接 神经连接 这个 啊 静门态呢 被长期这种 perlubation 干扰之后呢 周边这种神经信号呢 也会发生改变 比如 油菌的食物呢 它给使这个 EC的这个cell 被activate 那么呢 五腔色胺呢 它就被释放出来了 啊 那么呢 这个 Ipan 这些细胞的这个 5HT3的这种收体呢 被活化 那么呢 这个 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 Mezo 実質 Paris 这个 这个 神经呢 它会导致呢 它会导致这个 啊 放大肠内的这种 啊 无法 类分鐘 creation 这种 reflex 这种 meso 这个 efferent 的 activity 呢 它也会导致啥呢 这个相应的脑驱的这个方电的这个增强 那活化这个 EC 和这个 vagal efferent 的这个这个通路呢 比如我们刚才说通过你吃这个 tossing 的这种食物 有害的这种食物 它呢相关于主观的这种也是这种感受 sensation 感受到这种不舒服嘔吐 那么呢周边的与中枢的这种神经呢 它会启动这种 adaptive反应 然后来那个 expel 嘔吐 排除这种 offending agent 这种食物把食物吐出来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 CRF 这个信号 它也能干扰这个脑和内脏进稳胎 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一般会释放这个肾上腺释放音质 CRF 然后产生固定的一种 pattern 这种压力下的这种肠胃的运动的这种 pattern 比如说这个 它和这个焦虑这个就很像 CRF 这个压力下嘛 它会减少这个肠胃蠕动 减少那个肠道呢 Exposed to 这个腔的一些 factor 一些因子 减少那个代谢的一个 demand 这样的话呢 你使血液呢都流到血管里面和谷歌机 这样呢容易来产生flat and fight的这种 response 压力下呢 想逃跑 而你用这个 CRF 的解抗剂呢 它就可以 去掉 这种反应 而如果 内脏比如发炎了呢 它会 释放出一些 cytokine 这种借导杂呢 这个 迷走的这种 就是 Activation 能够传到这个 下丘脑和这个 Limbic 导致呢 这个对疼痛过敏 还有一些比如社会 withdraw 的时候呢 比如 被社会排挤的时候 你也有类似的这种心疼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 黏膜释放的这种 cytokine呢 它是炎症这个 mediator 比如主腕 还有这个 Protis 它会导致呢这种 对疼痛这种过敏 spinal的这种 afferent activity 导致呢感觉内脏特别疼痛 这种呢 Toxin 独树 induce的这种 Change in efferent terminal 它会释放这个 P物质 会导致啥呢 这个 以往呢 对于一些 机械这种 应变不敏感的呢 它现在也变得敏感了 然后呢还会导致啥呢 这个 内脏 到这个 大脑的 efferent的这个信号呢 会增强 所以说呢 尽管不是很痛 你会感觉非常痛 就内脏非常痛 这会导致以下 某些疾病 比如脑和内脏 这种相互作用 这种出现问题 会导致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这个 功能性这个胃肠这种障碍 FGID 还有这个 炎 炎症性的这种 肠疾病 IBD 还有 饮食的这种 就是障碍 比如厌食症 还有肥胖 还有呢 还有呢 一些这个 这个 IBS 那这个 功能性的这种 肠胃这种 disorder呢 它就是 经常出现这种疼痛 或 肠胃 肠胃到不舒服 它大多数呢 都伴随着 这个焦虑的这种水平上升 其中这些病人呢 有60% 会出现这个焦虑 焦虑和抑郁 那这个IBS呢 就是这个 炎性的这种 肠胃这种 disorder IBD 它的这个腐痛呢 只有少数的病人有这个腐痛 可能呢 是这个周边的这种神经呢 对 这个疼痛这种抑制 刚才那个腐痛呢 可能主要是 我们说这个 释放一些P物质 然后导致呢 以前 对机械应变不过 不敏感的 现在也变敏感了 就是 对疼痛变得敏感了 然后呢 会增加啥呢 这个内脏 到大脑的这个 Effert的这个信号 所以使疼痛 信号变强了 那么对于 Eating Disorder呢 比如肥胖症 和这个厌食症 现在我们来讲呢 非常常见 就比如肥胖症 它经常吃过多的这种卡路里 它渴望这种 就是食物所带来这个 享乐的这种Value Headonic value 尽管它自己知道 它这个吃太多 有负面作用 它还是会吃 然后厌食症呢 就是 它会内心里边 构建一种对食物的 那个抵抗 它那个非常着迷于这个 减轻这个体重 尽管呢 它得吃东西 但还是不吃 这就是 关于更高 肥胖症的这种 它的影响 它构建出一种 就是 对食物的这种抗拒 对于这种肥胖病呢 研究还比较多 但是呢 就是 Treatment的方法比较少 主要是它呢 做肠胃手术 效果还比较好 使得什么呢 就是 这个 本来 这个 Headonic value 就是对食物的这种 享乐 和这个静蚊态它两个平衡 你这样的话 你希望它在平衡的往某一边 往静蚊态方面 Shift 最近呢 这个就是 神经成像呢 就发现啥呢 这个 肥胖症 他们呢 对这个 比如说看到一个汉堡 这种就是富的这种Q 它的这种 奖励的电路呢 就变得敏感度增加 就变得这个 就相当对食物的欲望 变得非常强 而对实际这个 食物的这个 内部感受的这种reward呢 尤其因这个多巴 它的敏度下降 给你吃到肚里边之后呢 它却不认为它是那么 给你带来那么大的满足 所以你还要吃更多东西 有几种这种就是这个 胃肠态呢 比如说Gruelain 我们刚才说了 还有瘦素 Leptin 还有Insulin 胰岛素 能够这个刺激中央的这种 多巴这个系统 那么呢 中央这个奖励的这个多巴这个电路 它可能 因为这个 Delta相关的这种 神经pasticity改变了 这个周边这种encoding机制改变了 所以呢导致这个奖励系统这个 评价变了 它是减弱了啥呢 对于这个Gut内部的这种 内脏的这种 感受信号的这种反应 本来以前 比如你吃了点东西 你感受已经饱了满足了 现在呢这个电路变了 你对吃的东西呢 你觉得还没饱 还要继续吃 所以会导致赔胖 最后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图示 它呢就是 内部感受的这种memory和这个 预测这个error 它俩之间有这个mismatch 然后导致这种一些慢性疾病 这种mismatch 这种不匹配呢 这种不匹配呢 就是你实际呢 就是你内脏 感受的这个信号往上传 传达到这个anterior insular 就是你代表你实际的这种探测 和什么呢 这个就是你错误的这种预测 通过内感的这种state 比如通过内感的这种memory 或者是通过prefrontal这些影响 你预测 比如你吃这个东西带来多少卡路里 你实际感受这个多卡路里 它俩不匹配的话 那么呢 这种不匹配呢 会导致这个SEC的这种介入 因为SEC经常能够 相关于这种就是mismatch 那么SEC的activation呢 它和这个情绪的这种errosal 它就是关联在一起的 就是你发现不对 你吃的东西没有达到效果 那么呢 你就会产生那个情绪上的这种反应 那这种反应呢 它会增加这个胶感 还有这个 底骨处的这种副胶感 这个activation 还有导致啥呢 这种下行的这种 sensory的这个facilitation 这种呢可能和这个焦虑 这个感觉呢是有关关联的 那么你当你这个就是 这个神经啊 它不断adapt的这种就是功能 这个 胃肠障碍 比如说你这个 有mismatch 它来修正这个 那么呢这个 自主神经的反应 于是有mismatch呢 它会 改变这个 胃肠的这种状态 通过什么呢 改变很多这个target cell 这种呢 它会 产生啥呢 就是内部感受 的feedback 到这个insular 这个feedback 也会改变 如果这种那个修正呢 不能够修正出这个预测的这种error呢 不能弥补这个mismatch 健康的人按理说应该能弥补 但如果不能弥补呢 它就会 产生这个 症状的这种 慢性的这种症状 它会慢慢的导致这个脑和这个内脏的这种轴呢 它会有慢性的这个功能失调 功能dysfunction 我们看图里面讲的 就是它实际 测量到的这个 interceptive 内部的这种状态和你那个 预测出来的 这个predictive 内部状态 mismatch 它按理说它应该通过这个predictive error 能够 修改这个predictive state 这predictive state呢 主要通过prefrontal ofc这些 经过anterior insular 产生的 然后实际的那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middle insular和 anterior insular 告诉给你 然后它俩做差 形成这个mismatch 我觉得箭头应该反了 然后mismatch呢 被这个hcc 实际探测到 hcc呢 它一方面呢 它能够产生情绪的扰走 另方面呢 通过下行呢 它应该能够想调节 这个预测 那这个情绪呢 它也可以通过这个自主神经的这种反应呢 来调节实际的这种 内部感受的这种状态 如果长期的这种 内部的这种感受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内部感受 它俩不一致呢 就会导致这个电路的这个整体电路的这个 变化 整体的电路变化呢 可能就它就偏离了这个健康状态 就 形成这种疾病了 那么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关于 优优独播